据知情人士透露 持续发酵的假结婚事件 并非泽姨为了转型 而采取的策略 她一度坚信 二人是真心相爱 契约是在女方的要求下签订的 我就知道是这样 那个女人一看面相就虚荣败借 太惨了吧 为了房子和泽姨结婚 泽姨居然会同意 可是我当时还选她 就是 你脚趾都想多知道 肯定是真的 这种新闻能信我 要是新闻是假的话 女方早就站出来否认了呀 就是 要是没有证据 早就开私了 你们胡说到了什么 你神经啊 一个服务生关你什么事 小芹 别打了 干嘛呀 小芹 别打了 起开 小芹 别打了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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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了 你 别打了 快 小芹 冷静点 都给我闭嘴 你 天然 你说说你 又不是小孩子了 她们说就让她们说好了 那怎么行 没听见也就算了 听见我见一个 嗖一个 嘴长在别人身上 你管得着吗 管不着也得管呢 你没看见我刚才多厉害 我看好像是你被她们欺负了吧 你到底跟谁是一对的 好了好了 我知道 你们是为了我好 看不惯她们这么说我 但是 名声这种东西 轻者自轻 不用管 那你也不能被她们泼脏水啊 公司这样引导 真的是太过分了 对 我也觉得 其实 是我同意的 啊 你说什么 泽姨她走到今天这个位置 也不容易 如果非要毁掉一个人的话 那我宁愿是我自己 你们是我的好朋友 朋友 不就是应该互相彼此照顾 站在对方的立场着想吗 如果有一天 我离开这里了 你们要替我好好照顾泽姨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们可是要一辈子在一起的 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好了 我就随便开开玩笑的 我去倒杯果汁 晓芹 天然不会是想走吧 想什么呢 这可是她的家 她怎么可能会离开啊 喂 哪位 蒂芬妮 我 我 我想你了 我现在没有时间 回头再打给你 做这样 我 干嘛 我 干嘛 别人 吃饭了 我 看你 回头了 我 看你 梦想你 看你 漂亮了 好 你要得 共作这一夜长 愿陪伴你一生 愿爱你一生 高初春的乱涯 到日落的寒冬 愿共度一生 你怎么来了 你一个人在这儿淋雨干吗 你来多久了 没多久 没多久是多久啊 没多久就是没多久啊 你今天为什么要帮我电话 工作的事情太麻了 好烦 工作上的事情 不能和我这个外人说事吗 我和你说有什么用啊 你能做什么 你除了能拿把伞站在这里 你还能做什么 最好的时光 是与你对望 请坐这一夜长 愿陪伴你一生 愿爱你一生 我还可以陪你一起明远 到初春的暖涯 到日落的寒冬 又是各方煽冬 愿在松上 至少某洁 都给你冬 到初春的荒涯 到日落的寒冬 到哪儿了 快到家了 到家了 都这么近了 你放我下来吧 我背你 不用 走这么久 你还好吧 我还好 刚才 我还以为我在做梦呢 做梦 我以为你背我 是我在做梦 什么意思 我之前也梦倒过一次 什么时候 有一次 梦见我被大雨困住了 我在梦里等你来接我 等了好久都没等见你 突然你逆着光走过来 把我背了起来 我倒是在想 这到底是什么偶像剧的剧情啊 也太浪漫了吧 对不起 不得了 你居然还会说对不起啊 只是不擅长说啊 以后会常说的 你要是唱我写的歌 我就原谅你 那也要看你写的歌好不好听 可好听了 真的吗 嗯 听说你喜欢紫色 你怎么知道 你喜欢夏天 你喜欢夏雨 喜欢小狗胜过喜欢小猫 你自立能力特别强 能够一个人走南闯北 但是你怕黑 所以在我来之前 都是小晴和你住在一起 小晴告诉你的 不然呢 你又没有告诉过 其实 你可以问我的 问你 对啊 你想知道我什么 都可以问我 我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心里在想什么 我都会告诉你的 好啊 那你也可以问我 我都会告诉你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还想做你的妻子 什么 我说 如果有机会 你再背我一次就好了 哎呀 这么重 还要我背你 我重 你说谁重的 你还重 你 我说怎么会 打呢 我能够 你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